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过来 在拐弯的地方呢 我们也同样 接一下 让这个带子呀 该拧过来的拧过来 然后拐过来之后 我们再按 让它有一些变化 行云 流水 接上来 接上来之后 我们再 在这里边 然后再接 接过来之后 里面有一些细折的地方 稍微的一接 然后装线一根上 这种飘逸潇洒的感觉 一定要让它慢慢地 找出来 像这么一小段 就可以表现出来了 这一段 我觉得还可以稍微的 再潇洒一些 你可以画的 更潇洒一些 这个也是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这个也是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你先一笔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也是同样的 你可以这里边画一些小的 画了小的之后呢 我们再让它往外接 接过来 到这个里面 折一下 折过来 这样再 稍微粗一点 大家看 这样就是 全都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这样呢 就是我们这种 行为流水的描发 而行为流水呢 我们也讲了 它的这个特点 衣襟衣袋啊 长袖啊 这是它 最容易表现的地方 也是 比较好画的地方 像 如果画这个 拍衣服折子的时候 像我们 手带 这样变动的时候 也是可以画出这种 也是可以画出这种 行于流水的感觉 啊 也是这种啊 大家呢 课后呢 可以多多的练习啊 多多的练习啊 多多的练习 找一些 像 呃 类似的这种 画稿也行 线稿也行 然后练一练啊 呃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节课见